哈喽大家好,我是陈文宏 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 关于双打的一些跑位 因为前几天我有跟我的朋友打球 然后不小心 我打到他的手 流血,然后去医院 逢针,就是因为 这一个 半场球,因为当时候我是在 打后场,就像后场的人 在打的话呢 都是打 这几个角落的,然后 站在前面的话呢 你都是封王的嘛,对不对 然后往前 往前,然后封王的嘛 这个球,虽然 来到这里,离你很近 但这个球已经是 过了你的人 你就不应该拿了,其实这个球呢 基本上,这个球是要给 后面的人打,因为那天 我就是在这里,因为我是着手的 我在这里打 我挡王,给我的对手 然后我的对手,几乎上我都很了解 他会 打来这个角落,一半一半 那我这个球,我一挡王了 我就直接飞过来 然后,我的搭档也飞过来 结果,我们两个相撞在这里 我直接杀到他的手 流血 为什么我说是 这个球是后面的人打呢 因为,后面的人在后面移动的时候 他们都很清楚,他们要打这个 四个角落 为什么后面的人打会比较好呢 因为他在这里过来的话 他的眼睛是往前面的 因为他是从这里来嘛 他的眼睛是往前面 他要打那个角落,他都是很清楚的 他都可以很明白 很了解,要打去那个角度 但是,你从前面 你的球拍伸来后面 其实,这个球 你拿啦 就算你拿,拿得好 再好,你的质量也不会比 让后面的人打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球是有一点危险的 所以你们愿意的球有啊 希望你们看到这个视频哦 你们可以去跟你们的拍档 讨论一下这个球的问题 因为就像我们打世界级的双打呢 就像这一球 如果是我站在前面的话 这个球过了我 我是完全是不会去拿的 但是很多越狱的朋友就是因为 看到这个球很接近 然后他又很想打 没有打又 觉得手很痒 然后又跑去打 一跑去打的时候 我们后面 一过来的时候 一挥下去 就会打到你的朋友啊 可以的话你们把这个 视频 传给你们的羽毛球的 朋友 或者是你们的队友 多多分享给他们好不好 我不希望 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